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烏塔TV 歡迎收看今天的 Deed Rode Fox 告訴我法國 那麼烏塔很久呢 都沒有放飛自我了 那麼今天就很想跟大家來吐槽一下 今天吐槽的內容就有點好玩 今天就是吐槽 我做代購過程中最討厭的 六種客人 之前烏塔出過一個影片裡面就是講 我不再做代購了 然後後面海關恢復的時候呢 我現在也開了一個微店 再小做代購 不過就是業餘的愛好這樣子吧 那麼呢 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呢 有幾種客人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無語 非常討厭的 我是一個業餘的 我都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我不知道 如果在看影片 你是一個職業代購的話 會不會跟我有一樣的同感 可能今天會得罪很多人的 但是超抱歉的 很想跟大家吐槽一下這一點 因為最近遇到的奇葩也比較多一點 千年問 就是問問問問問問問到你 天荒地老 但是從來都不會下單的 這種顧客呢 通常就會跟你保持了很久的聯繫 而且表面上會跟你有一個 非常好的關係 喔 千 我今天看你發的圖片了 真的超級超級好看的 你這個賣多少 報價 好的 千我考慮一下 啊 千你今天發的這個又 太好看了 我真的討厭死靈 你為什麼發這麼好看的東西 這個賣多少 報價 好的 千我考慮一下 然後他就可以考慮 一個月啦 兩個月啦 三個月啦 四個月啦 五個月啦 六個月了 七個月了 八個月了 直到那個貨沒了之後呢 可能那他過幾個月又會來找你 千你最近又發了幾個東西 真的是超可愛的 這幾個東西賣多少 報價 那上次我給你問的你有沒有貨呢 就是我前幾個月給你問的那個 不好意思沒有貨了 哎呀我還是不要喜歡 之前問你那幾個多一點啦 哎呀好可惜喔沒有貨 我的聯繫方式裡面呢 就一直有很多這樣子的客人 而且他還是每次你發什麼新東西的時候 他都會來問 就是從很小的東西 問到很大的東西 什麼東西他都問 很多時候跟你聊一些別的啊 別的啊什麼 這種客人的話 他們存在感其實還蠻高的 就是一直都有出現在你的生活啊 視線上 第二種客人呢 就是貨比三家的客人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但是貨比三家呢 也有分 比較良性的貨比三家 還有比較惡性的貨比三家 有一些貨比三家的人呢 他就特別的討厭 青 我今天看到你發一個藥妝啦 哦哦哦 對對對對對 嗯 我看你發的那個報價呢 一個面膜是330對吧 但是好奇怪啊 我看淘寶上看的那些面膜呢 好像都280多耶 青你為什麼賣300多那麼貴啊 我就會跟他講啊 那你可以去淘寶買啊 我很OK啊 我說沒有關係啊 不可能都指引你那幾次看錢在過活對吧 哎呀 青我不要去淘寶買啊 淘寶那些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我在你這邊買放心啊 但是你為什麼要比淘寶貴 對於這點的邏輯呢 我是非常不明白的 他是希望你降價 然後降到他合理的價格 但他一定要在你這裡買 他覺得在你這裡買是買個放心 但是他就想要其他地方的價格 還有很多 這種類似的客人呢 他就會拿你跟其他代購比價 他這個代購也問一下 那個代購也問一下 阿青我昨天問了一個西班牙的代購 哎呀人家那裡比你賣便宜200多塊耶 你這裡怎麼這麼貴啊 那你去找人家西班牙的代購買啊 但是這個牌子不是西班牙 這個牌子是法國的啊 我就跟他講 我說那你自己要考慮清楚啊 我說這邊其實價格就是這樣子 公開的 我就收多少手續費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啊你可不可以收少一點 你代購費手續費 你運費給我便宜一點了 你想談運費你去跟郵政公司談的 大佬你以為郵政公司是我開的嗎 可能今天大家都會覺得 服務態度很差 其實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來我這邊買沒有關係 你可以拿我跟別人對比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能要求我做的東西跟別人一樣吧 對不對 我自己是有點覺得像是無理壓價啦 他就一定要在我這裡買 但他一定要我給他淘寶的價格 What the 特別特別崩潰這一點 真的 然後有一種呢 就是打清氣牌的那種 哎呀 我跟你那個姑姐姨媽的表叔的表弟都認識的啊 你給我打個便宜一點的價格嘛 我連我姨媽是誰我都不知道 比較貪小便宜的啦 就是可能說10塊啊 5塊我也要跟你壓 呵呵呵呵 其實說實話 正常範圍還好 但是我覺得太過分的話就不要了 有一種呢 就叫做得寸進尺形的 啊清啊 哎呀我這個等了這麼久耶 我都買兩件這麼多 兩件加起來可不可以便宜啊 哦可以啊 我說如果你兩件去買的話就便宜個10塊啊 5塊這樣子 哎呀既然你都能便宜5塊啦 那為什麼不能便宜20塊 啊 我當啊 我這裡不是菜市場啊 我不是給你這樣隨便壓架的嘛 那我不可能跟專櫃壓架 是蠻討厭的 特別特別特別討厭的 就是讓你幫他拿主意的那種客人 我真的想掐死他 真的超恐怖 我之前有遇到過很多客人 就是他想買包 買long show 或者是買一些 margeur啊 sondeho的衣服 他會讓你幫他試 我會幫你試啦 但是問題是你要自己拿主意 你要拿哪一件 就是我就會傻傻的 之前會這樣子幫別人試啦 那現在我不會啦 哎呀哎呀 親親親你看這一件 這一件不錯嘛 那個模特試的很漂亮 但是我又沒有那個模特高 那個模特有1米78對吧 我只有1米6多耶 我胸應該比那個模特要大吧 那麼我應該買哪個嘛 哎呀哎呀 親你幫我試一下1碼 上升幫我試一下1碼嘛 哎呀親你幫我把2碼也試了 哎呀這個款型是不是寬鬆一點呢 我不知道要哪個 What the 我就拍了上升圖讓他看 我也讓桂姐去背那些包 他自己在那裡選他就說 哎呀哎呀親你還在商場嗎 你等一下我要考慮一下 我還沒有想好 然後他一想呢 他就可以想一個下午啦 可以想1天啦 可以想2天啦 直到我已經離開了那個商場啦 他都還在想啦 等他想好之後呢 我還要去專櫃幫他再買啦 但是買的時候呢 他最後有一定有可能要改變他的主意啦 我跟你說 女人真的是很善變的動物 真的是很恐怖 他們有很多時候 他都會在最後我結帳之前 他們會改變主意的 有一些甚至是結完帳之後 他們還想改變主意的 有一些就是你幫他拿主意 其實這種還好 但有一些我覺得有些過火了 啊親我蠻信你的眼光的 你說這個粉紅色好看還是黃色好看 我覺得兩個色都不錯 呃我覺得可能粉紅色比較好看嘛 他就會跟我講 親你覺得我比較適合那種顏色 喂大佬我都沒見過你啊 我怎麼知道你適合哪種顏色 你什麼五官 你什麼膚色 你什麼身高 什麼都不知道 我怎麼幫你選啊 呃那黃色吧 但親你沒有看過我啊 你怎麼知道黃色適合我呢 我皮膚是比較偏黑的 是不是黃色不太好 親你覺得這個紅色好 還是綠色好呢 我覺得吧 我覺得紅色比較好耶 紅色看起來比較特別 欸 嗯 你說的也有道理啦 那親你還是幫我買綠色吧 親你還是幫我買綠色吧 那你問來幹嘛呀大佬啊 烏塔烏塔 你在法國嗎 對呀 你可以幫我代購資深堂嗎 你这边有SK2卖吗? 蛤? 就是说他会问你一些你这边没有代购的东西 真的是超级无奈 然后有一些人他就会甩一个图片给你 巫长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法国牌子? 如果我说不是的话呢 他们就说 不对啊 人家说这个是法国牌子啊 那你去问人家呀 不对啊 他们说这个是法国产啊 法国一定有 那我在法国 没有那就是没有了 我怎么给你编出来啊大佬 我难道去淘宝买了再卖给你吗? 这一点我就是特别无语 他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法国买美国的产品是很贵的嘛 很多人过来问美国的产品啊 啊法国买MCN便不便宜? 不便宜 然后他还会跟你问价格 还有人呢找我代购法国的iPhone 我觉得这个是 最傻的一个行为 法国iPhone是全球最贵的 就是很白痴的问题 我会跟他讲啦 法国iPhone是全球最贵的 我说你不用想啦 然后他还会跟我说 那你给我报个价呗 就是我都已经说到最贵的 我还给你报个价 报完价之后呢 他们又说 哦果然是最贵的 好吧 最后一种最讨厌的呢 呃也不能说最讨厌啦 就是每个顾客也有每个顾客的权益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觉得 呃真的蛮讨厌的 就是那种不能接受任何误差的客人 这种客人真的让我很心累 就是好像在这里代购的一些东西 它全都是手制的 手制的话 你不能保证它百分之一百 都是跟那个官图是一模一样的 我经常用这个牌子的手势 然后有很多观众找我买这个牌子的手势嘛 那它每一个它都是人工手制的嘛 所以你不可能保证它百分之百一样 我拿一个最搞笑的例子跟大家说 我之前帮一个客人代购了一个松鼠的手链 因为它官图的眼睛呢 那个松鼠是双眼皮的 但是我自己买的那条呢 那个松鼠眼睛是单眼皮的 然后之前帮一个客人买的一条呢 那个松鼠也是单眼皮 就是它眼睛可能做的比较小一点 然后他拿回去他就跟我讲 他说亲你这个是不是正品 蛤? 为什么官网图的眼睛是大的 然后你给我买的眼睛是小的 有一些客人他就会一个一个小细节去对 这里第一颗是这个珠 第二颗是这个珠 第三颗是这个珠 诶这个珍珠没有那么圆润哦 诶这个珍珠好像 跟图片那个珍珠不太一样 客人里面特别多那种广东话 叫做 一点一点给你验 真的我跟你说 我自己买衣服 我自己买东西我也是很随便 有一点瑕疵我没有关系 就问题是他们会发现一些 你根本不会注意到 而且根本不会发现的东西 有些衣服的扭扣是定制的 是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的 然后它是随机的嘛 但是它一定要要求你那个扭扣 是跟那个网上面的官图的扭扣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大佬就算你拿去专柜换人家 也不会换给你啊 我就觉得这种特别无语 大佬你就不能接受一下小误差吗 他们是1%的误差都不能接受 然后有一些人呢 他就对包装啊 就非常的在意 他们要一个很低的价格 给他们支油回去 但他们要保存包装保存鞋盒 就是说 如果呢那个鞋盒呢 在运输的过程中 撞到可能那个盒子 凹一点点啊 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把责任赖在你头上 为什么你要把我当鞋盒弄烂了 你把我鞋盒弄烂了 我鞋子怎么穿啊 嗯 我想问一下鞋盒弄烂了 跟鞋子有什么关系嘛 我知道有些人是有收藏空 但我觉得太过分了 有一点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逼你退钱 我那个鞋盒弄烂了 压扁了一点点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一定要完整的鞋盒 你这样让我鞋子 我也不想要了 我也没有心情穿那个鞋子 你鞋盒烂了 我鞋子根本没有办法穿啊 那你要给我优惠一点啊 你起码给我返500块钱吧 What 我重新给你买个鞋盒 都不用500块钱 对不对 有一些人就特意找一些错误出来 就是让你退款的 然后这边退款很麻烦 你也要把那个东西寄到欧洲来 而且这边也有多少多少天 你就不能够退 这样子物流一去一来 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让你退 你就只能自己 所以今天呢 我刚才就跟大家吐槽了 我在代购过程中出现过的 我觉得是最讨厌的六种客人 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 再看影片的你们 但我真的是蛮大胆的讲话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蛮讨厌的 我也试过那种问问问 然后就很久都不买那种 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肯花钱的客人 就是好客人 也不能这样说 就有时候他会对你的态度啊 或者是各方面 你能够feel到就是朋友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身边每一个代购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为你服务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很用心的 做生意还有做任何事情都好 就将心比心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信任 我也有很多很好的客人 然后就跟我做了朋友啊 就说他们也不一定说要经常买东西 可以聊天啊 我觉得他起码是尊重我 这一个行业 或者是尊重我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就是很OK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 珍惜身边为你们服务的人 每一个代购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都是冒着自己的风险去给你做这样子的服务 好 那么呢今天的这一个吐槽 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一点点喜欢乌塔 乌塔TV或喜欢单身的话 请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like 然后把他帮到订阅乌塔TV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bye bye a la push on video salry